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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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 耶稣对他们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起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聊 好不好 好 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来拍手 好 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乐 Get up,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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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up and tell the world Get up,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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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up and tell the world Get up, get up, get up, some people haven't heard Get up,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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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up and tell the world Ge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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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u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耶稣 祢是我们的一切 祢是我们所仰望的 你心灵是否困倦愁烦 眼前一片黑暗朦朦 仰望着耶稣教的光明 生命变更自由奉神 当转眼仰望耶稣 顶尽在他奇妙次荣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世上是必然现为虚空 祝主的应许永不改变 心靠他万世梦恨天 快去将他全备的秀恩 传给你所人世的人 当转眼仰望耶稣 盈尽在他奇妙次荣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救主荣耀恩殿大光中 心爱的耶稣 谢谢你 当我们仰望你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就有满足 谢谢耶稣 谢谢你好爱好爱我 让我的生命得着属天的盼望 也让我能够去传扬你 把你美好的福音 传给全世界所有的人 谢谢你 我们爱你 小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哈喽 我是品品老师 你们都好吗 今天呢 我邀请了三位好朋友呢 来跟我们说说他好吗 哇 是陈一乐耶 我在学校练球 有进步 我非常的开心 哇 他非常的开心 那还有一个是谁呀 白依珍 大家好 我是白依珍 我一开学就交到好多朋友 所以我很开心 很喜欢在学校 哇 他好喜欢在学校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姿云 姿云啊 他说他开学的时候 出的功课都超少的 所以他也很开心 那接下来就换我咯 我的弟弟呢 从马祖回来 所以我很开心 他都是两个月呢 才回家一次呢 你知道马祖在哪里吗 他要从台北 台北市搭飞机 到这里 然后呢 如果搭船的话呢 就要到基隆 然后 没有 在海上嘛 然后到这个地方 在南竿 这里就是马祖哦 那今天呢 我也要和大家分享 有一个人很久没有回家了 那我们来看看吧 哦 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故事中的小儿子呢 他发生什么事了呢 小儿子啊 对父亲说 父亲 你把我赢得的产业 分给我 这个时候父亲呢 他就把产业分给了他 过了不多久啊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好了 他的包包 他的行李 还有他爸爸所分给他的家产 全部呢 都打包好了 他就离开家了 而且离开到远方去 在那里啊 他任意放荡 他浪费资财 他把他所有的钱财 就这样花光了 他耗尽他一切所有的 可是那个时候 他又遇到了什么 大饥荒 当他遇到大饥荒的时候 哇 整个人都是穷困 穷苦起来了 于是啊 他就去投靠一个人 那个人啊 他就打发他去田里喂猪 嗯 他去喂猪咯 他恨不得啊 拿猪 所吃的豆莢 然后呢 他好想自己吃哦 因为他 肚子很饿 他把钱 全部都给花光了 这个时候啊 他就突然 想到了什么 他醒悟过来 他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还有很多的食物 我难道要在这里饿死吗 他说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像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天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 于是 小儿子他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了 还离很远 离家里很远的时候 他说 相离甚远 他的父亲啊 就看见了他 并且 动了慈心 跑去 当爸爸 动了慈心以后 看见小儿子回来了 他就跑去 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这个时候 儿子就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 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啊 这个时候 却吩咐仆人说 快 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过来 给他穿上 给他戴上戒指 还给他穿上鞋子 并且啊 他还叫人来说 快把那个肥牛肚 给宰了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吧 因为啊 这是我 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你们看 小儿子的心情 他做了一件事 他心里面 后悔 他后悔 他恨不得 拿猪所吃的 豆夹子 起来冲击 他 在那个时候 没有人给他食物 但是 他醒悟过来 他就想到 他父亲 有很多的工人 有很多的仆人 他就想到 他的父亲 有很多的食物 难道我要在这里 饿死吗 当小儿子 醒悟过来的时候 他就要 起来 他起来 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他心里想着 要对父亲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他表达 他这样子的说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这表达了 他真实的 认罪与悔改 小儿子 第二个心情呢 他害怕 害怕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 称为你的儿子 小儿子 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他的爸爸 对他的爱 是完全接纳的爱 他不敢奢望 得到儿子的福分 他想要以故宫的身份 赎罪 用他一点点 一点点的好行为 来将功赎罪 想要得到爸爸的原谅 接纳跟老鼠 我们都会做错选择 我们也会做错事 但是啊 当我们承认 道歉 改变 这才是 后悔 当我们 承认 道歉 改变 这才是 后悔 我让我的爸爸妈妈生气吗 还是我常让我的家人生气 态度改变 是一个关键 小儿子担心 回家 爸爸不接纳他 但爸爸 爱他 爸爸等他 那故事中的大儿子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时啊 大儿子在田里面工作 他离家不远 快回到家的时候啊 他就听见了个声音 哦 是唱歌的声音 是开心欢乐的声音 他就叫一个仆人来跟他讲说 就问他 就问他说 家里发生什么事 然后这仆人就跟他说 你的兄弟回来了 你的弟弟回来了 所以你的爸爸就宰了一个扭堵 然后邀请大家呢 回到家中一起来 一起来开心 一起来享用 就是弟弟回来了 他爸爸摆设宴席呢 大儿子他生气 他不肯进去 他不肯进去到家里面 结果爸爸呢 他就回来了 爸爸就出来 来找大儿子 就跟大儿子说 就跟大儿子说 怎么不进来呢 结果大儿子对爸爸说 爸爸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并没有为我宰一只三羊羊羔 叫我跟朋友一起快乐 但是你这个儿子 他把你所有的产产都花完了 他一回来 你就为他宰了肥牛肚 大儿子非常的生气 父亲就对他说 儿子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呢 只是你的兄弟 你的弟弟是始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 大儿子的心情 他第一个 他埋怨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 但你却没有为我宰一只羔羊 也没有让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开心 他抱怨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选择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与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 只是你的兄弟 你的弟弟 他是始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我们应当要选择快乐 孩子 你跟我 都能够选择快乐 那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我有一个弟弟 他在马祖工作 他是一个军人 没事我的弟弟啊 回到台北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家 我妈妈 总是会摆设宴席哦 然后我就会 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哇 我就会跟别人说 你知道吗 我弟弟昨天晚上回家耶 所以呀 我妈妈就煮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所以我今天可以带便当 哎 你听到我的口气是什么 我其实 都在抱怨 我其实都在抱怨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啊 我才知道 有一阵子 我弟弟没有跟我一起长大 他住在别的地方 那个时候 他在外面读书 他在外面工作 他非常的辛苦 当我知道以后 还有 每一次 我也都知道 他就是 常常他就是会 两个月就会回来 回到家中 我就也习惯这样子的日子 所以我开始 我开始 看见我弟弟的时候 我不再生气 也不再嫉妒了 就开始 每一次很期待 我弟弟回家 我期待他回家 我喜欢跟他聊天 我喜欢跟他一起吃饭 我喜欢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是 我久而不见 然后难得相聚的弟弟 我真的很开心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弟弟 可以这样子的陪我 虽然他像极了我的哥哥 但他就是我的弟弟 选择快乐 故事中的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呢 这里说 于是 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距离还很 很远的时候 他父亲呢 就看见他 他就动了 慈心 跑去 然后抱住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爸爸的心情是 等待 还有 老鼠 小儿子选择 离开 爸爸 也无法劝他回来啊 所以 只能在这里 等待小儿子回家 在等待的过程中 你知道吗 爸爸早就 原谅小儿子了 所以 不需要害怕 所以 不需要害怕 原谅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学会 老数 曾经 你也像小儿子吗 后悔 害怕 做错了选择 也做错了事 那么 我们来学习 真心 悔改 你 按我一样吗 是埋怨的大儿子 那我们就要学习 感恩 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话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 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师而又得 所以我们 礼当欢喜快乐 路加福音 15章 31节 那我们一起 来用这首诗歌 回应上帝 回应上帝 这首诗歌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一出 不轻易的发怒 不计算人的饿 不喜欢不易 爱只喜欢这里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 是永不止息 我要包容 我要相信 我要盼望 我要忍耐 我要忍耐 常开心 爱人如今 我爱 你天父先爱我 爱是很久忍耐 爱是悠悠恩私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自己一出 不计算人的饿 不计算人的饿 不喜欢不易 爱只喜欢这里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奔和 凡是忍耐 爱 凡是永不止息 我要包容 我要相信 我要盼望 我要忍耐 常开心 爱人如今 我爱 你天父先爱我 凡是不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是永不止息 我要包容 我要抱容 我要盼望 我要忍耐 我要忍耐 正开心 爱人如今 我爱 我爱 是因为天父先爱我 那你今天有学习吗 真实悔改 学习老术 还有学习感恩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 祷告说合起来 亲爱的主耶稣 其实我做错了选择 你也永不离开我 永不放弃我 许多人在最终迷失 但你是为我生命安排 奇妙计划的主 我赞美你 谢谢你十字架上的爱 使我们得着悔改的机会 得着永生 愿天父的死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到这里咯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